这份项目计划书我已经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这是我签字呗 对 董事长 请 什么 昨天小家伙朝着你休息了 累不累 不累啊 你不累 我也不累 不累的话就不许休息 你能坚守岗位啊 我也可以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老经理 董事长 帝总 你好 没事吗 董事长 我想把我持有的股份还给你 为什么 董事长 要不是当时您为了顾全大局 把股份分配给我们的话 现在也不会出这么多的事情 作为公司的一员 也帮不上您什么忙 我想来想去 也就只能把股份还给你了 一呢 也是不想放小任 二呢 也是想踏踏实实地 为公司出一份力 请坐 我既然把股份分配给了你们 就没想过要收回来 而且你们为公司付出那么多 这是你们应得的 董事长 自从王董事长在的时候 就对我非常地不错 好 我能到今天这个位置 已经是非常地知足了 虽然说我手里 只持有百分之一的股份 但是一分是一分 说不定就会在关键的时候 切到一定的作用呢 现在还不到关键的时候 等我需要时 我会和你说的 毛经理 你拥有公司这百分之一的股份 你就是公司的股东 等将来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 你不仅具有发言权 还有投票权 董事长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把百分之一还给我 对我来说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反而让你失去了股东的身份 如果你真心想帮我 继续当你的股东 等待我真正需要你的那一刻 我明白了 谢谢董事长对我的信任 无论什么时候 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王经理 我代表公司 谢谢 董事长 客气了 那我先回去工作 打扰您给你带走了 让你们见笑了 去吧 去吧 你说要是其他的股东 能像毛经理一样的想法多好啊 这样大家就可以齐心协力了 华伦公司怎么可能入主 我们邦力集团呢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小慧了 他成了两兵交战 避正之地 没错 我 文凭那儿也还没有消息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处理 好胜行贿这件事情的 好胜 如果你还在念在我们兄弟情分上 你就别再搞这种事情了 否则我们连 兄弟都做不了 文凭哥 别生气 来来来 坐坐坐 这件事情呢 我做的是不对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但是呢 这笔钱呢你还是收起来 就当是我孝敬了 送书和送证 不需要 只要你以后不要再搞出这种事情 就行了 文凭哥是这么个事啊 小慧姐那儿呢 还有邦力集团的百分之九的股份 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劝劝他 把这点股份出让给我 有了这笔钱 再加上他之前出让的 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那笔钱加起来的话 你们这辈子都花不完 而且他还丢掉了一个烫手山芸 这不一举两得吗 这不一举 后生 这么无耻的话 你是怎么说的出口呢 文凭哥 小慧姐把这股份一抛 她无债一身轻啊 用不着每天勾心斗角 或者丹尽瘦胖的日子 我为她好 她好 您也好 大家都好 皆大欢喜 这么做不好吗 合着 你还是为了我俩好呗 我俩好呗 你干了这么多坏事 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睡得着 我睡得很踏实 因为我现在正在为了 我的目标而努力前行 我现在过得每天都很充实 我问你啊 人这辈子为的什么呀 还不就是为了衣食无忧 过着让人羡慕的日子吗 你和小慧姐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 何必趟着浑水呢 陶生 人活着 有追求 有目标 是件好事 但是 如果是出卖良心 出卖兄弟 这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趁着现在能回头 你赶紧收手吧 说文凭哥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在机关单位干了这么多年了 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成大事者 必然要使用一些手段 否则的话 会被别人踩在脚下翻不了身 咱不说别的 就说说你 你就没想过走走关系送送礼吗 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做法不同 你也不想听你这废话了 好事啊 你这是一派胡言啊 行了 我也不想听你这废话了 总之 你不要再打我跟王小慧的主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你 我还有一个民主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